如果你要改用EAR的話 就也是一樣 插入那個 類別的話 你就選擇日期三角 日期時間 OK 然後選擇EAR 應該在最下面吧 倒數第二個 EAR 然後選擇生日部分的EAR 它就會抓 這個生日裡面的西元年 EAR只會抓西元年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記得你後面 它會自己再減掉多少 減掉1911 OK 然後按打勾就可以了 那回來你會發現就這樣 按右鍵 格式部分不OK 你按右鍵出場的格式 你再把它改成通用格式就好 因為日期格式 日期有時候比較麻煩 它太自動了 都幫你加一些你不需要的東西 那沒關係 把它改回來就好了 OK 按確定 好 那向下填滿 這樣子也OK 如果你的電腦 假如沒有明國年的 這個格式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EAR 減1為1的好處就是說 它減完之後 它就是一個數字了 那經過計算的結果 理論上都是數字結果 而不會是文字結果 OK 這個可能要 可以再用另外一個方法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把剛剛的部分 再就是做一個變更 那這個可能是額外的 額外部分的話 16月5是用直條圖 不過呢 就會有同學會說 老師我們工作上蠻常用到是 那個所謂的圓形圖 因為老闆最喜歡看那個佔的比例多少 他不想看值的數量 因為資料圖好處是看數量 他問你 他說我看數量要幹嘛 我要看比例吧 佔比多少 關鍵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 把它改成圓形圖的話 那該怎麼做 因為圓形圖 跟資料圖 最大的不一樣是說 這個圓形圖 裡面要設定的地方還蠻多的 那有些同學可能對這個設定不熟 所以要做圓形圖就是一個問題 那怎麼做 當然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找到功能 第一個 我們按右鍵 在這個圖上按右鍵變更圖表類型 他就可以幫我把資料圖改成圓形圖 第一個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 上面沒有那個資料標籤 所以我們可以從那個 我這邊叫板面配置啦 不過你們好像是上面 沒有一個名稱 但是位置好像在這邊吧 好像在設計還是什麼 那我這邊叫板面配置的資料標籤 那我把它改成所謂的 終點外側 當然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 終點內側 至終等等的 不過效果好像沒有終點外側來的好 因為終點內側有個缺點 它會怎麼樣 放在那個圓形圖裡面 那如果你的顏色比較深的話 它會變成說看起來會不明顯 這也會這個問題 所以習慣的話 都會用到終點外側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資料如果我放上去了 那問題我要顯示的 假設是兩個資料 最好是什麼 哪一個年級生佔的比例是百分之多少 最好兩個 而不是它是數量是多少 我希望是哪一個年級生的百分比多少 那我要怎麼顯示 特別是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習慣是按滑鼠右鍵 直接就在哪裡 按滑鼠右鍵 直接就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資料標籤的任何一個地方上面 我在這個 按右鍵 會有一個叫資料標籤格式 就這一個 有時候按右鍵會比較快 那你還可以再找其他功能 不過我喜歡按右鍵 然後呢 它就會跳出這個 右邊會有一個 好像我們如果新版是 跳右邊有一個面板 那我這個2007的話 是跳一個畫面出來 那你只要把這個上面的 詞打勾取消 詞的話 就是上面跳出來的詞 那你可以把百分比打勾 有沒有發現百分之多少 那另外的話 再把什麼 類別名稱打勾 有沒有 類別名稱 其實指的就是上面的年次了 OK 就只要把這個兩個打勾 一個取消 就大功告成了 有沒有 這個跟這個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就會出現了幾年次 幾年次有沒有 然後 它占比多少 比如說 七年級生占比百分之五十七 六年級生是十一 五年級生占百分之五十二 OK 不過最後我們老闆說 這個圓形圖 我希望呢 把那個佔比最大那個 可以把它分裂出來 拉出來 那問題是要怎麼把那個佔比最大把它拉出來 記得喔 如果你希望把七年級生這個占比 最大的拉出來的話 一 你可以先點圓形圖一下 整個選取 第二的話呢 再點選你要拉出來這個區塊 再點一下 所以總共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你就按住滑鼠的左鍵 向它要跑的那個方向 向左側喔 按住不要放喔 把它往外拉 它就分裂出來 OK喔 欸這樣感覺應該會 比較OK一點吧 不然的話 到底你重點在哪裡 一拉出來 我看出來了 對不對 老闆就欸這個 感覺不錯耶 效果還OK 那這個方法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這樣用 如果是 總total佔比多少的話 馬上就可以有一個圓形圖 而且 可以把它分裂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把直條圖 變成圓形圖的話 大概不外乎就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就是資料標籤 有沒有 中點外設 第二個的話呢 把那個標籤按右鍵出現格式 把它改成類別名稱跟百分比 第三個就是把這個分裂出來 但是喔 這個還 應該理論上這樣就OK了 其他的話 看你要不要再加圖力 什麼叫圖力喔 圖力 不要放在上方好了 或者放左 圖力的話就上面會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哪個顏色是頸顏其身 如果不要的話 沒關係啦 那個圖力有時候就是 讓人家比較清楚說 到底哪一個顏色 是代表著哪一個類別名稱 在哪裡圖力有沒有 這叫圖力 OK OK 在上方吧 OK 特別說 其實這個畫圖表 不管你現在用哪個工具 你現在用ecell 或者你用拍照 用R 用什麼工具 其實它概念都一模一樣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學更進階的 我建議你先把ecell先學好 你在學進階 否則你會看不懂 真的 很多人直接跳去寫程式 完全你連ecell的圖表都搞不清楚了 更不要說你去學那個程式 你會不會一頭霧水 你會想放棄啦 我是建議啊 如果你要學更進階的東西 可以先把ecell 因為ecell就已經夠多可以用的 那我覺得有些人 或者要捨盡求遠 你乾脆拿這個來用 就綽綽有餘了 因為我們現在講一個像 Python或者R跟G 其實主要是希望能夠取代ecell OK 但問題它的缺點就是 要全部寫程式 你剛剛做的所有動作 都要全部寫程式 哇 那不得了 那對一般來說 簡直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何不就先 如果說哪一天 你覺得這已經夠簡單了 不符你的使用的話 我覺得你會延伸再去學習 沒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好像那個金管會 推那個Fintech 3.0 Fintech 3.0 OK 很多地方好像都一定要用程式來完成 所以好像逼著你們 好像不得不一定要學點程式 OK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先到這邊 先Ending 最後我們把這個圓形圖給做出來 然後呢 我當然做出來 上面一定會有一個標題 標題當然你可以再上顏色等等 這都可以自己去變化 上面的話呢 要多一個圖例 圖例的話是 就是看你要不要放在哪個位置 放上面 放左邊 放一邊都可以 另外的話呢 就是資料標籤 OK 然後把這個顯示出來 最後呢 可以把圓形圖給分裂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想要做立體圖 做子母圖 可以啊 你高興再變化 沒關係 反正它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 它讓你看起來比較花俏 如果有時候反而太花俏 會失去重點 到底現在是畫圖還是畫顯示 到底是重點在哪 還是搞不清楚了 OK 好 那我們這部分就先完成到這裡 再來的話 我們要再解決下一個問題 就是 下一道題的話 請各位再開 幫我開啟那個 北市的那個 公有零碩市場行情那邊 那主要我們要做出 幾個重點的東西 包含就是說 幫我找出那個 2019年1月1號 在哪一個市場的輕充價格最便宜的排序 所以這邊會用到什麼呢 主要是 如何去找到那些資料的篩選 還有怎麼去把價格呢 從便宜到貴做排序 OK 然後相關的這個詞的欄位設定 那並且利用樞紐分析 做出報表跟最後的那個視覺化的這個圖 OK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先還是需要怎麼樣 做這個 把我們要的範例打開來 那範例的話呢 我是放在我們的 應該 這個牌序的話 應該是 名稱牌 應該最後一個 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那它的副檔名 我這邊可以看到 我已經有副檔名打開了 CSV CSV 那也就是說以後 如果你要跟人家做資料交換的話 其實現在很大一部分 現在很多的開放資料 或者是交換資料 都會存成CSV檔 那其實CSV檔本身呢 它就是一個文字檔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資料打開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你把它Ctrl向下 Ctrl向下 就會移到這個資料的最下一筆資料 就是24,475-1 OK 就兩萬多筆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結構 我也可以大概分析一下 大概總共有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的話 其實裡面 會有各個市場的每一個的價格 有沒有 賣什麼品名啊 然後多少錢 這邊都有記錄 然後呢 還有前面有個日期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得到的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 第一個 資料找到 第二個的話 把那個 要的資料也找到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利用 這個資料 馬上篩出來 那 還好是說這個資料 裡面 基本上 我們需要的欄位都有 所以就不用像剛剛一樣 還要再去把它變出來 不會說 剛好它那個什麼 它的 這個什麼 品名 還好都是已經 固定在這邊的 不用說 另外還要再把資料取出來 或者合併之後才有 沒有 直接有了 市場也有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直接可以拿這個來做一個分析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完成 然後呢 再思考一下 就是 做出 講義的第17頁的地方 17頁的這相關的東西 試試看 然後 有些訓練 第15頁 我們